当地时间23号 加拿大卡车司机工会向加拿大国家铁路公司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 表示将暂停约6500名工会会员的工作 另外一家铁路公司 加拿大太平洋堪萨斯城铁路公司的停运也将继续 此前 加拿大铁路协会表示 罢工时每天约10亿美元的货物运输陷入停顿 其中一些货物被提前停止运输 以避免货物在罢工期间滞留 由于劳资谈判陷入僵局 加拿大两大铁路公司 加拿大国家铁路公司和加拿大太平洋堪萨斯城铁路公司 22号宣布关闭这两家公司在加拿大的铁路网络